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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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到来《芒向编辑》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诚 另外就是我们的义德台样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请赞助我们这期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您说在香港开开一家书店或独立书店 我们常见商务这些书店 他们说资金方面跟内地有关 又说这样那样 又说是掩航 所以他们黄色经济圈都很喜欢搞这些小文青的书店 一来可能他们自己的朋友也喜欢 二来就是搞书店的成本不是很高 三来又认识了解图中心会 其实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们很喜欢搞这些东西 又或者可以借一个地方来搞聚会 聚会一下人 吃茶点 找些人来谈两句话 顺便在这些书店里卖书 是可以的 再加上他们觉得一些传统大型的书店 对于采购什么书店 一定就没有我们这些讲民主自由的 我们会在世界各地找一些与民主自由有关的书 什么禁书 什么1984香港版那些 其实怪怪的 香港那些一定不肯入我们这些书 大家记得过来这里买买这些书 买了看不看一件事 买了这些书不代表要全部拿走看完 有些书是有需要的时候想看 或者你有心情的时候就返回某一页看 其实是逆得的 回来讲一下 这些黄色经济圈的黄色独立书店 搞出了什么大头发 你们这些行为好心就不要这样做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拖垮其他在香港搞这些独立书店的人 其实是很惨的 那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就去拖一些发行书的书商的钱 拖数吗 哎呀真是样子 为什么这样呢 生意真的这么差吗 其实本来一些书商是很好人的 即是出版的书或者一些大的发行商 他给书店的时候我先给你货 然后可能隔三四个月后才给我钱 即是给你买书的钱 想着希望给你们一个生存空间 书到了 最热的那段时间你能推得到的 别人买了书 那你就有钱给我 如果你一收到我的书 你就要立即给钱的话 你就变成了经济压力就会很大 那就搞笑了 那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就有一间叫二三书房 又有牵涉到一些走了的partner 有些新进来的partner 然后有一些叫做扯猫尾 因此原来拖数也有一段时间了 有供应商走去和另一些黄色经济圈的书店 因为知道大家都是黄丝 就说那间二三书房拖数不肯付钱 还要由2021年开始拖数 还有你们现在爆大锅 你才开始说回事情出来 因为影响到你 你们这些就真的被这些不切割 不督灰 不批评就拖死了自己了 这样吗 那没办法了 你要继续不切割 不批评的了 既然都洗濕了头 干什么现在 撑不住了吗 当然了 现在不行了 我怕你成为下一个二三书房 我也要收你钱 他又如何拖数呢 就是例如写错支票 把支票错了 可能你收到的时候 已经不对了 公司名字是传错的 或者那里有些东西写错的 所以就过不了数 不如这样 你可不可以用转数快给我 这个有机会牵涉用虚假文书 如果可以报警 哦 竟然你就截图给他看 你又转数快就给了钱 如是者 别人就当你变成COD 即是给了现金才给你 接着供应商再发觉 咦 再看看 看到你的数据 你骗人了 那是真的 你截图也有 但实际我查数据也没有 然后你再给一些借口 对啊 可以报他 当你想告他的时候 他最近出了一个声明 说自己没有欠人钱 就把责任推给 在2023年已经7月离开的合伙人 叫Joyce的身上 他说 咦 我之后才接手联络 我怎么知道 不过又终于 就给他们自己人 即其他黄店的书店 就揭发 喂 其实不是啊 2022年8月之后 供应商所联络的对头人 已经不再是你们所说的Joyce了 即是有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都是真老板 不要假扮 不要那么无耻 就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现在离开了的前伙伴 为你们拖掃的行为开脱 看到有人开始切割 读灰批评之后 其他都开始补两刀 就是这样的了 一层百彩了 不是 有一间叫做猎人书店 都出来帮忙说两句 我们是人类不是魔物语言 不是用来欺骗的 哇 真的 现在见你这家人做出这些恶行 立即出来补你两刀 抽抽水 那他就可以拿个道德高地 是不是 也是的 每次都是先抢道德高地 那种做法就是 抢到道德高地 我怎么骂你都可以 是的 我知道你们真的好像做了一些坏事 那我在骂坏人 骂一些好像行为上失格的人 我骂得这些人的话 别人就觉得我是有道德高地 很多人都用这种手法 来扮好人也好 我经常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是会有灰色地带 你今天见这个人可能是好人 第二天见这个人可能是坏人 但你之前见这个人可能是坏人 但第二天可能跟你成为朋友 同一阵线都不顶 你对于他好还是坏 其实有时是看看他做什么 你说做黑暴 破坏 或者做一些香港1984的垃圾书 好像那个爆眼老师杨子俊那些 他也有做出版社的 有做出书的 他现在都出来这里忍不住 因为都会影响到他的利益 意思是如果发行商 但是未来改变了 要大家先付钱才可以拿书 是会令到很难维持合理员工的数目和待遇 其实说回这些书店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这些二售书店 我自己中学的时间尤其是高中的那段时间 我很喜欢去这些二楼书店 还是贪便宜的气氛 一来便宜一点 气氛也算是可以的 但他会很窄 例如旺角的红业书店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谈谈历史文化 香港的旧市 他会进入一些书 真的比较特别 或者一般大的书店 可能未必会进入的书 或者你想找哪一套书 他会帮你找 例如追益似水连华 你去商务那些 可能未必有 有的话他会卖很贵 如果二楼书店 有时会给你做一个特价 给你找回来 有时可以对得到嘴 上去跟那个人说 我看《村上春树》那本书 他说他里面看过哪一本书 他好像挺好看的 你有没有看过 他会答得到你 还有帮你找回来 你会觉得学到东西 刚才提到红业书 因为他们2005年 说不做的时候 是欠了台湾几十万港元的货款 到最后是没有了 所以之后新的香港书店 要在台湾的出版商 再开户口去取书 就变成要先付钱后出货 整臭整个香港 这个品牌的名字 是很容易的事 很多人都不是 真的想到这一点 什么品牌没有 总之撑人钱的死都不还 又或者拿到人的好处 就觉得自己有赚一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在香港这一点是很坏的 这个可以说是不分亡蓝 对不对 但你们说到自己这么高尚 我不知道他现在用什么借口 你整个断十万计以上的书数 其实都挺坏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拿到这批书 你是卖不完还是怎样呢 你卖了的话 你为什么又不给钱人呢 你会不会又说拿些钱去帮手续 帮手续 这个理由 用到不知几百万次了 可能也不一定 可能有些人会帮你留意 可能他有苦衷的 还是怎样 很坏的 不过以后有些人都会出来帮忙说 哎 会不会是罗生门 有些大家不知道的真相 我们又不是当事人 又没有证据 说那么多了什么 又说找东方日报 不如找他们帮忙 总之不要放弃 香港加油 很惨的 所以有时有些人说到底 他真的欠人条街数 欠人条街数的书 还没给就没给 这些影响其他 其实我最担心 会不会有红业书店2.0 还是怎样的 因为我自己 以前认识一个阿姐 他本来在投资银行做工的 他后来就没做 他自己开了一间二手的英文书店 如何去拿书 当然他不是文出版社拿书 当然是容易 他不是没有 是少一些 后来又做得很惨 又被加租 又要出去自己打工 来顶住书店 你上去找他聊天 聊本书 他会倒杯茶给你 跟你坐下慢慢谈 有时香港的 不是不想搞文化 如果大家这些黄店 做出了这些恶行 其实你说到文书商 书商也没有直接去告你 他也知道原来有黄书店 挺有趣的 我想是出名 衰 说衰就知道 这样吗 他又回问你 可能他又回答其他人的名字 哪一间书店 他又懂得找其他黄色书店 来说这件事 其实他没有叫他爆出来 只是跟他们盛 不过怎样也好 你这样搞到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贱价 我不知道多不多朋友 你说我都很少看书 还是怎样的 这个不要紧 但是我觉得始终香港 这个被指为文化沙漠的地方 如果你连这些沙 沙沙石石 沙漠都没有了 我觉得挺惨的 你说不是 还有商务 也有成品 都是那句 如果有些小书店 他们要求生存的话 就会去入一些 比较冷门的书 如果大家真的要看冷门的书 要去到台湾找的话 也是麻烦的 记住 我们可以分享一点 如果在台湾 你说为什么去到成品 我找不到冷门的书 冷门的书不是在成品里找的 有一间叫做诺贝尔 拿诺贝尔奖的诺贝尔 那里会比较多一点 也叫大一点 如果大家旅行的时候 可以来看看 不过怎样也好 这些黄书店欠人钱就还钱 如果要搞到别人 把单单和收据出来 仰衰贝尔是谁呢 香港仰衰贝尔 不仅是你这些东西 不过很惨的 就是多时候被这些小书 累死的 那可以怎样呢 对方又要在台湾 搞臭了 累街坊 最惨的这个二三书房 又要骂人 你们造谣 这些造谣对于我们的书店 已经造成很大影响 经营书店条路真的很难 已经被旧业主突然中资合约 我们又要搬迁又要租倉 资金周转非常艰难 没有想着要刻意拖数 像其他书店那样 两言一句三冬乱 恶与伤人六月寒 冲心感激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们 爱护我们的人 说到好像很多人都已经 卖惨扮惨 然后再希望多些人支持 还有哪里经常都会这么惨 如果这么惨的话 那你做来做什么 不如不要做吧 不要做 浪费时间 做来做什么 我都不明白他们 那你卖书 到底是卖书还是卖惨 卖惨 如果多惨就卖多惨 不知所谓 还有世界 或者香港书店来说 没有你们这家二三书房也不会倒下 不要看自己这么大 真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暂时说到这里 希望有一些热爱阅读的朋友 一起留言说一下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好吗 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交流一下 不一定只有新闻 或者只有其他事事业 文化的东西有机会 我们都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吗 好 你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